今天呢 在開始這個遊戲以前啊 我們要來介紹一個東西 就是這台 這個 雷蛇利維坦 V2 Pro 也跟我們的遊戲有關啊 就是 此次這個 再努雅的傳奇 就是我們第一之刃一的續作 他們呢也是指定 Ryzer利維坦 V2 是他們的合作夥伴 簡單來說就是 上次我們有看到他們的遊戲報導 他們為這個遊戲 花很多時間打造這個音效 然後剛好呢 這個音效呢 都有跟這個 Thumbbar 有合作 Match到 基本上就是有為他去 做一個設計 然後呢 讓你可以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有 非常深的 沉浸感 然後加上這個Ryzer的喇叭 完美的呈現了很多很多的細節 那這台呢 他的特點有什麼呢 第一個 世界第一款 搭載頭部追蹤人工智慧的 波速復行 Thumbbar 各位 聲罷 你們看這邊喔 我一定要放到給你們看 這個真的很黑科技 手台有這個東西的 呃你們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個東西 那他這邊這裡有一顆東西 算是他的紅外線攝影機 然後呢他會抓取你的 人臉的耳部位置 然後 依照那個位置 去做一個環繞音效的包裹 你整個 音域的 領域 基本上這個技術 可以讓你 就是不然你在這邊 或者在這邊 嘿他都可以 瞬間把你的聲音 定位好 不管在哪個角度 都OK 那他基本上定位呢 限制在 一公尺內 然後你可以想像就是 讓你不管在什麼空間裡面 都能夠穩穩的 將強大的音效 體驗到 然後呢 輸出到一個 這樣子 就很像你被一個 液態的 音訊空間 整個包覆住你的體 只是你還可以呼吸 就對了 那這台呢 他是專為 電競玩家 還有電腦玩家 設計的 產品 他有一個 蠻厲害的東西 THX Spatial Audio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他有分為 虛擬耳麥 跟虛擬喇叭 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他的分別 就在於說 你的音源 是否是立體聲 或者是雙聲道 如果你是 立體聲或雙聲道 你就可以利用 這邊的這個按鈕 然後 各位你們可以看 這個東西 你只要按下去 他就會跳出這個 虛擬環繞音效 搖繞房間 還有這個 立體聲 還有虛擬耳麥 如果你有立體聲 跟雙聲道的話 你就可以用 虛擬耳麥 那如果比如說 像多聲道 像我們等一下玩的這個 地獄之刃的這部分 各位 就是會比較屬 虛擬喇叭的部分 因為他是多聲道 很多位置 你會覺得你後面有人 你會覺得你那邊有東西 他基本上都會 完美完美的呈現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需要用到 所謂的 虛擬環繞音效 就是依你的需求 來去做一個 設定量 然後這邊呢 他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 真的蠻厲害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他就是有分這些 就是那個 Special Audio 虛擬耳機 然後跟這個 Special Audio 虛擬喇叭 他基本上就可以讓你 完完全全的去定位 很多東西 應該說你不用像 一般的那種 爭霸 你要 準備很多配備 就是你有一個這個 然後跟另外一個 重低音喇叭 然後基本上就可以了 兩個設備而已 然後再加上 他裡面總共有 一顆驅動單體的 然後還有加一個 重低音場的 揚聲器 然後他基本上 這些組合啊 就可以讓遊戲中的 層次音效呢 達到發揮到零零盡致 然後最重要的 他可以就是有 他們雷蛇專屬 KROMA的一個 聲光效果 然後還有他的 連線功能 如果你的手機啊 有用藍牙跟他連接之後 你不一定要在 電腦裡面 直接這樣的設定 因為他裡面也會有一個 屬於他自己的驅動器 還有後台 他就是你可以 手機的App這邊 他可以直接做一個 連線 就是你要控制他的 音訊啊 然後還有揚聲器 甚至他的EQ 你都可以從這邊去設定 然後最重要的是 他有支援 你可以連接電腦 你也可以連接你的手機 甚至要藍牙連接 也可以 相當相當的方便 可以可以 他這個都可以關掉 像比如說這個燈光 我們可以讓他亮度 不要那麼亮 他就慢慢 暗掉了 或者說 就不要 他就直接關掉 然後你也可以設定 比如說 呃 呼吸效果 套色 你也可以自己套 比如說紅色 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說 你要用星光效果 就是可以依據你自己喜歡的去套 然後還有一個進階效果 KROMA的一個 Studio的東西 他可以自定義出 每一個人 有不同的 RGB光線 然後剛剛我們有提到嘛 有多種連接方式 USB 藍牙 還有3.5mm耳麥 以及這個 雷蛇的 Audio App 都可以連接 他除了現在你們看到的這一台啊 他還有一台是要 需要擺在地板的 重低音 揚聲器 各位 這顆 就是這顆 超大一顆 雷蛇的LOGO 以及 低音揚聲器 他是整個 向下的 如果他的喇叭頭是向下的話 低音的效果會非常非常的好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然後尤其是 他又有這個 剛我們所說到的這個AI定位嘛 他在定位你的音場的時候 你的上下 你的全身基本上就是 被包覆起來這樣 非常非常的誇張 就是他 重低音 有震撼 然後呢 那種 連針掉到地上的那種感覺 你都可以 完完全全的聽到 現在呢 有一個限定優惠 只要你們輸入優惠專馬 就可以 想得 四載派 要買的 可以點擊 我們的 日頂留言 的那個 網址 或者說說明欄的網址 在這個 蝦皮上層這邊 然後最後最後呢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利用 這一台 來去 遊玩 地獄之恩2 如果我現在 這樣 喔 喔 欸好屌欸 如果我往這邊 我可以感受他的聲音 是從那邊 然後移動到這邊 然後你移開之後 你會遠離那邊的聲音 然後他又跟了過來 這樣的感覺 這樣 I'm Bilibubble 做都這麼立體的嗎 等一下 等一下 欸欸欸 有點誇張 有點誇張 我覺得他在我腦海裡講話的感覺 他有一種在我耳邊這邊講話 然後又在這邊講話 然後又到我後面這邊講話的感覺 你知道嗎 你能 你能想像那種人在你旁邊講話那種感覺 對對對對對 真的有一種這種感覺 我可以很清楚的覺得他在我耳朵旁邊唸的感覺 你能夠來自我兒子 喔這個聲音比較像在後面這邊欸 在後面你的 右後 脖子右後方的感覺吧 剛剛那個男的聲音 然後你看喔 像我現在用這個音響對不對 各位 我可以清清楚楚的 感受到 就是那個雷聲在我後面 然後前面也有一點點 然後加上那個 這個雨滴吧 你可以知道 如果你只是預定可以聽到前面那邊 有雨滴的聲音 跟 你的旁邊吧 也有這樣 就很像現實那種音感吧 就是有那個空間感出來 跟你平時帶耳機的感覺 真的差蠻多的 就這樣 哇哇哇哇 我聲音在這裡 聲音在這裡 在我 在我的 右前方 我現在又在左前方 哇 現在又在右邊 啊 focus 哇 不要忘記我的故事 就這樣 哇哇哇 我好像聽到有一個人被拋過去的感覺 你知道嗎 很遠 每次這個暗影講話我都被他嚇一跳 好討厭 哎呦 哎呦 我該不會要對那個角度吧 對角度玩遊戲 我這邊有聲音跟我說你必須把話拿回去 等一下這個聲音 哎呦 哎呦哎呦 哎哎哎 哎呦 哦我有劍了各位 嘿嘿 哎呦哎呦 呃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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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nice 蛤 他做什麼 離空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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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防 哎呦 哇 完了完了 完了 哎呦哎呦 這邊是要幹嘛 哈哈哈 站在那裡 啊 啊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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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活著對我比較有價值 哇靠這男的 因為他那時候他需要他啊 他說他需要他這個奴隸啊 所以他才沒有把他殺掉這樣子 這遊戲其實蠻可怕的 可是 他的可怕不是建立在那種Jumper Scale那種恐怖這樣 哇我聽了什麼 喔歐買尬喔 不是欸不只切了欸 他還把他吃掉欸 這真的是一款聲音類型的恐怖遊戲各位 我怎麼覺得 我在繞圈圈 不會 哦哇哦 不會吧 哇 噢我的天吶 好好好 有了 OK 這條不就是惡靈孤寶八的那個小路嗎 沒有沒有開玩笑了 拍照模式 這個畫面跟鬼一樣 真的跟鬼一樣 目前這樣試下來 他就是 你真的覺得就那聲音在你旁邊你知道嗎 用這個音響玩的話 那我相信啊 他玩其他恐怖遊戲或者拿來看電影 或者說看一般的影片都應該會很有感覺 然後如果你拿去聽那個ASMR的話應該就更棒了 那也真的會更棒 他遊戲真的設計的比較細吧 就是很多細節的聲音包含一些恐怖的聲效吧 做的還不錯 但他不是那種就是 會讓你瞬間覺得恐怖的那種感覺 而是會讓你去仔細聆聽 然後聽久了 然後你就會覺得 喔哇 哇那種感覺這樣子 地獄三努亞的傳奇 好大概就先到這了 玩恐怖遊戲玩到落跑也會被音效追殺嗎 哈哈哈哈 ! TOMB